運動的輪椅 藝人王子邱順祥坐在特製輪椅 手拿羽球拍 跟2018亞洲帕拉運動會羽球選手 胡光秋同場競技 120公分的視角 讓王子看見脊髓損傷者的堅強與毅力 他坦言覺得這一點都不簡單 對 然後因為一般其實要打到羽球 其實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加上你要直接在頂上面自己用手 對 手很亂 心也很亂 對 剛剛是手忙腳忙心也很亂 對 所以是一個有趣的經驗嗎 滿在這個經驗 對 因為我從小就是也很靠我 看得出來 皮啊 對 然後前陣子參加雙瓶群運動會的時候 正直比賽的階段 然後沒有張得右腳腳 對 然後仍在有點撕裂 所以其實當下就非常緊張 另一方面是身體的疼痛 加上以非負責所有的期待 對 然後無法無限戰力 然後好像我又拖累了隊友 但是呢 後來在隊友的鼓勵 然後以及幾個部件 就是在很快的時間跟上後比 其實不算大概兩禮拜 雖然還沒痊癒 但是就是帶床上陣 但是就是能夠擊潰到那種辛苦跟離場 對 所以商友們在生活中的努力 用時間以及重新回到生活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可以 擊水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 今年發起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活動 以一公立的希望為主題 邀請民眾為商友挺身而出 全民參與線上騎走 為商友累積里程數走出希望 我不是受傷 我不是車禍 我是因為小時候的時候 因為我身上的環境是在育幼園 那我在12歲的時候因為開脊椎 然後造成下半身殘化 但我覺得我滿幸運的是 在我受傷的過程中 我的育幼園沒有放棄我 然後滿多的社會資源也來贊助我們 然後讓我們能夠走過 就是我低潮的時候 那我受傷命名的時候 是在12歲所以會比較小 那我早上之後 我現在雖然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那我自己因為 就是在我的醫生經驗下 讓我能夠希望 我可以從事一些會有患的運動 因為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因為腿傷其實在排汗中 我們不是那麼好 那我以前就是因為很常在感染 或是在就是很常住院 那所以我就會想要改變一下 這個這件事情 那在醫生的經驗下 我就從事了現在最喜歡的運動 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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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很開心就是我能夠 就是從戲劇到現在 就是變成一個競技的選手 然後代表台灣能夠去參加 各個國際賽的賽事 甚至我未來在明年 跟後年的目標是能夠 走進他運的電堂 那我也覺得就是說 急缺水傷不是不能做到 而是我想讓人家知道 我們其實很有能力 甚至比別人做得更好 那我也覺得說 然後我還去接近機會這次的邀請 讓我能夠藉由自己的故事 藉由自己在 不管我是之前得到的一些資源 或者是現在的一些活動 是我的一些故事 能夠吸引更多的商友 能夠一起走出來 我是因為17歲的時候 然後用一場車的臥室 然後我就受傷 那過來就是通過家人 老師跟同學的福利 我大概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就我繼續回到學校讀書 那過來就是要繼續升學 那升學之前 我們就是進行了兩個月的生活中間 然後有提到 那中學當中呢 我就是一邊讀書 然後一邊在餐廳住場 然後才成為一個游影歌手 對 那過來就是通過基金會呢 對 然後才能力工作 然後讓我們充實了 我喜歡的唱歌 唱歌 攝影 攝影 拍片 然後我相信你們在 今天會做一期節目 唉唷 環遊視世界 唉唷 所以歡迎各位幫我訂閱起來 希望包括我的作品 然後鼓勵更多的商人 然後一起走出他們的音埋 我以前是一位很有夢想的徒師 那在我23歲以前 我都在學校身上上 工作學習 那只為了追求夢想 可是有一天 跟朋友虛擁 發生的車禍 那當我醒來時 我已經在醫院 我睜開眼 發覺我的瘦比較不能動 我心裡就是想 完蛋了 我這輩子應該是 沒有辦法再走路 沒有辦法再 沒有辦法再 會懷疑 其實是因為一覺不正對不對 是 那當時爸該怎麼生活下去 直到參加了 桃園結水商前的辦中心 患有聯誼 經過跟商友之間的 互相討論 互相交流 分享的經驗 讓我成文得知 現在什麼沒有 時間最多 於是 我去中心 去練了一年 生活重建 然後電腦回去 那現在 我也開始通過家人的協助 可以繼續完成我的參與功能 因為大家都很勇敢 所以才能夠延續這個生命下來 要不然大家都會想到說 那我活著為了 為了什麼 活著的希望到底是什麼 如果每天只是吃喝拉扎碎 那這樣活著有意義嗎 所以 有 全台灣 總共 我們有 六萬多的這樣的一個商工 那每一個人 生活的樣態是當然不一樣 那同時呢 每一年 都還有一千多個在受傷當中 所以 不是今年受傷很久沒有 而是他實際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主要是意外傷害 主要是還有一些疾病的這個因素 所以我們事實上很希望說 社會大眾 真的是了解解解決傷 因為了解 所以 會給予更多的協助跟支持 也因為支持 所以 讓大家能夠真的是 勇敢去面對 生命當中的每一天的挑戰 就像我們在場的 許多的生命動物一樣 能夠把 生活 生命摸得精彩 所以 其他呢 我想 今天有記者會 透過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可以 讓更多人 來認識 指推手上 同時 也是希望 透過他的選擇 能夠讓 大家 在 可能 會發生意外的時候 這個時候 注意安全 讓大家 不要再擁擠推手上 那同時 也透過大家的一個 抱擺 把我們生命鬥士 生命勇士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不管你是在 俗意上面 不管是在 歌唱上面 不管是在 運動上面 或者各樣的工作上面 大家 生活 每一天 大家都是 用個勇敢的 面對生命的這樣的態度 告訴更多 這些 受傷的朋友 讓大家也 能夠站起來 讓六萬多個朋友 每一個都是 勇敢的生命鬥士 同時 不是只有他們是 生命鬥士 他們勇敢 他們也可以 激勵他們周遭的 朋友 家人 能夠 整個社會的氛圍 就是不一樣 活動代言 除了王子邱順祥 還有他在節目上的 好搭檔 宇宙林思雨 雖然因為身體 不是無法同台禁忌 但宇宙透過影片 呼籲全民關心 脊髓損傷 年輕化 與重返社會等問題 希望大家支持 堅強 永不放棄的 脊損傷友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